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星星有解傾 陳小芝繼續請來啤梨葉文輝 她也是我人生中的一個理財的啟蒙 她教會我賺錢之餘 一定要有自己的生意 要儲錢 要置業 要買車 好像他這樣 你意思是說 啤梨做了些什麼呢 我千萬不要走回頭去那裡 啤梨做了上述的事 所以其實演唱會那些 真是人生裏面的甜頭來的 嘩 你這樣說真的 第31號就是for fun 和 for 興趣 真的嗎? 真的嗎? 這個我無法否認 現在在我的心裏面 做音樂 有演出 這些所有的東西的確是我的興趣 我剛剛出道的時候 它會偏多一點我的事業 重點 就是我要在這裡賺錢 但是當這樣的時候 你就會想不通了 我現在就變成我是一個興趣 當然了 如果它是可以賺到錢的 我希望將那些錢 放回我下一次的興趣那裡 嘩 正啊 你的興趣會不會是請人吃飯 這些沒問題 嘩 這些沒問題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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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如果8月31號 去九展看它的concert Bagberry Music Live 2014 那就開心了 因為演唱那個人又沒有壓力 聽那個人又開心 那就是一個party 你會來的嗎? 我當然是來的 買票捧場 你說 不是 我不用買票 你會給我興趣的 不是 我的興趣需要大家去支持 其實除了concert 8月底搞定之後 接下來的碟又怎樣 香港同樣的 一個 一個單曲菜 你也知道去年和這兩年我接觸多了韓國的市場 他們有一些事情我覺得做得很好 其實日本也是的 他們很用心做一首單曲 而那首單曲是 其中一個問題是他試過問過一個藝人 如果你這五年裏面只能做未來的一首歌 你會怎樣做這首歌 嘩 多大壓力 那你一定不可以比那首歌差的 那不可以 所以我現在就是用這個心態 如果我給你 你是唯一可以做到一首歌的話 那這一首歌你會做一首怎樣的歌呢 所以在第二首歌裏面 你有這個心態 有這個心態 我只可以做一首歌 而這一首歌我決定做一些情歌 那這一首情歌是怎樣做呢 所以我做了很多research 做了很多reference 也都自己了解了自己 究竟想做些什麼 其實這首歌應該叫做 You Believe 是的 或者 I Believe I Can 和吳仲恆合得很好 也都很感謝吳仲恆這位大監製 肯跟我第一次合作 所以很期待 真的是不是任何人聽第一下無管動第二下感動的那些 真的 真的 真的不是買花站 我又不會不相信他的 他一向都不是hard sale 是的 說話很踏實 和你一樣 當然了 我又想問你了 你興趣就說完了 你的生意都多姿多彩 最近我從你的facebook那裡見到你教書 學生也是全部的樣子比你老 我知道哪個post是 是的 另外你自己的小朋友的藝術學院的生意 也都是越做越厲害 是的 多謝大家的支持 多謝大家不斷生嬰兒 從小孩子來學習 謝謝大家的支持 那會不會擴充你的業務 我現在很有條理 我覺得 我想今天阿小芝和我說話 和剛剛認識阿小芝的時候 我最初認識你的時候 那個人很沒有條理 你是很有條理的 以前和阿小芝做節目的時候 他是一個 有條理到 他連放的每一隻碟 我現在就沒有條理了 我變了 現在我的人很亂的 我現在幫你撿回來 很亂的 周圍的東西跌的 我覺得我幫你撿回來 我現在很有條理 因為我覺得人只有24小時 你要有一個條理去設定一個行程 至於我剛才你所說的 可能一些business 我亦都會設定一個行程 究竟我還有什麼時間去做這些呢 唯一就是早點起床 我現在每天早上可以很早起床 去做 年紀大了就不用睡那麼多 就是30歲左右就可以睡少一點了 這個是暗底裡的原因 還有我很享受做這件事 因為做生意是比較在自己手裏面的 當然也要看大環境 但是做artist 的確不是在自己手裏面的 所以我自己會拿回平衡 但是教書那裡就不是經常的 我在外面的公開大學那裡教的 是 厲害了 真是講師的 你也絕對可以的 教什麼 教講話 教做主持 我也是在他身上學 多謝啤梨 今集的聲聲有的談 我們多謝樂壇前輩 和DJ界的前輩啤梨 接受我訪問 多謝